妈 你太漂亮了 简直就像个皇后 你这样去参加晚宴 一定会轰动全场 那我要是皇后的话 你就是公主了 看你多漂亮 到那以后 肯定所有人都会猜 这是谁家的孩子啊 这么漂亮 设计师 你看我配上这个皮草怎么样 我第一次参加 这么重大的场合 我觉得呀 还是隆重一些比较好 夫人 我觉得你已经很完美了 这件皮草 其实不用穿也可以 长青 你觉得呢 怎么样啊这件 阿姨 你穿的衣服和佩戴的首饰 都是今年法国民事的 最新设计 再说了 咱们参加的是慈善晚宴 我觉得 还是简单一点比较好 妈 你别听他们的 现在的明星都这么搭配 我觉得你配这个皮草 特别好看 显得特别高贵 而且气质非常优雅 爸爸 是吗 长青啊 你阿姨怀孕了 你要好好照顾她 知道吗 我知道了 可是 阿姨她毕竟怀孕了 不太方便 要不然 还是让她不要去了 我怕万一我要是照顾不准 长青 喂 韦森娜 没关系的 嘉惠陪我一起去 她会照顾我的 对 你放心好了 再见 你爸爸现在也真是的 每天早上上班啊 都问我这问我那的 真怕肚子里的孩子 有个什么闪失 是啊 我爸爸非常在乎这个孩子 嗯 所以阿姨 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那当然 我去换衣服了 妈 妈 你刚把她给气的 真是太痛快了 这算什么 好戏在后头呢 小姐 咱们现在走吧 好 三个人挤一辆车啊 寒不寒颤 阿姨 要不然 你跟嘉惠坐一辆车 我自己坐这辆就好了 好啊 那我们先走了 嘉惠走吧 来 再见 妈 你今天真是太漂亮了 你再看看那个沈长青 穿得不知多寒酸 胸起还别了一朵 那么丑的花 待会儿啊 看她怎么在别人面前出球 你好 高太太 你好 你好 高太太 你好 高太太 你好 你好 长青啊 你来了 阿姨 有段日子不见了 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高阿姨 谢谢 这两位是 阿姨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我爸爸的现任女友 丁雅琴女士 她边上的这位呢 是她的女儿 丁嘉惠小姐 丁女士 真是美艳不可方物啊 加上这身打扮 真是亮丽抢眼 今晚啊 一定会成为我们 全场的焦点 盘先生找像您这样的女朋友 真是艳福不浅呢 早就听说高太太啊 是大慈善家 今日一见果真如此 非常感谢你邀请我 来参加这样的盛会 也希望我为慈善誓言 能尽一些绵薄之力 谢谢 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女儿丁嘉惠 嘉惠 见过高太太 高阿姨 您好 丁小姐 真是漂亮啊 这不是那枚古董熊花吗 天哪 长青 我对这熊花真是清暮已久 到处寻找 怎么竟然在你这里呀 这是我外公以前在国外拍卖得来的 然后他就送给了我妈妈 我妈妈过世以后就一直在我手里 真是太漂亮了 高阿姨您过奖了 高太太 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去再聊啊 里面请 走吧 长青 对 阿姨 有什么事吗 长青啊 你是不是忘了 在家里你爸爸对你说什么了 我爸爸说什么了 他不是说让你好好照顾我们吗 我没有吗 我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你们了 可你是怎么介绍的 你本来就是我爸爸的女朋友 这有什么不对吗 长青啊 自从你妈妈去世以后 我一直拿你当亲生女儿看待 我自问 对你没有什么照顾不周到的地方 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呢 阿姨 我看是你想多了 我没有不接受你呀 好了 拍卖会就要开始了 我们进去吧 坐吧 阿姨 嗯 喂 朝青 你来了 听说你病了 陈阿姨 好久没见你 你身体好点了吗 好多了 陈阿姨 谢谢关心 哎呀 那就太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 我看你呀 是越来越漂亮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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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潘太太 是长青的母亲 哦 呦 这位就是潘董事长未来的新太太呀 真漂亮 这身上皮毛球紧珠光宝气的 看着真富贵 是这样的 因为我怀孕了 身体啊有些不太舒服 我丈夫特别心疼我 就买了一些钻石来给我押金 嗯 您说那顶女士也太嚣张了 她难道不知道我们这次晚会的宗旨 就是绿色环保 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动物反皮毛的吗 你看她那样 不是明目张胆的拆网台吗 看她那样子啊就知道没什么文化 这连最起码的礼书都不懂 今天啊 要不是看着她怀了孕的份上 我早把她撵出去了 这个潘董啊真是没眼光 凭她现在的身价 想找什么样的女朋友不行啊 这把年纪的女人啊 当然是要先怀孕啊 慕凭子贵才能站稳脚跟 哦原来是凤子成婚啊 怪不得长青不喜欢她们呢 这换的是我啊 就有多远躲多远 省得跟着她们丢人